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今天要來個討價還價的特輯 前陣子我無聊在逛露天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了這個東西 有人在賣東芝的迷你機殼 加上喬威的220W電源 全新品,兩個盒賣650元 那我仔細看了一些商品內容 這主要是公司大量購買所剩下來的 但是它用不到所以轉賣 然後電源是Flex ATX的規格 就是比我們一般的SFX電源要再更小 而且是長條型那種電源 那就突然想到說 前陣子我家客廳的那台影音機也受眾贈勤了 再加上我之前有開箱的5000元電腦 裡面的CPU和主機板可以拿來用 那這樣湊一下就可以再伸出一台迷你影音機了 所以我想了一下 考慮到單買全新的Flex ATX電源不算便宜 而且650元,就能買到全新的機殼加電源配置 其實也是蠻划算的 所以我就直接下單,加運費總共720元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這東西到底能不能用吧 那東西一到後我馬上就跑去領了 這種靈活的期待感,真是比收到情書還要令人興奮 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感同身受 那我們一樣先用電競後操板做開箱 開箱後可以看到用泡棉帶包著的機殼本體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了 老實說它的外觀是非常可以的耶 我的意思不是說它好看 而是說它物品的狀況目測看上去很好 東西看起來很新,而且顏值還算OK啦 雖然有點套裝機的那種偏 不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冬至它們有出這種套裝機殼的 把它拿來跟我們的一般機殼做個對比 可以看到它確實是小了一號,那機身也窄了很多 只是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長 基本上已經跟一般機殼的長度一樣了 那我們看前版部分 上方這裡有Toshiba的Logo 然後是開機重開鍵 以及硬碟電源燈 那左邊是光碟機的5.25吋槽 下方這裡則是音訊孔,兩個USB2 以及3.5吋的軟碟機槽位 從沒有USB3以及軟碟機槽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咖機殼是老配置了 不過反正是拿來做家庭影音的,所以問題不大 反正市面上那麼多轉接配件 把這些空的槽位改成USB、讀卡機 或是硬碟加都是不錯的選擇 它的可玩性是很高的 那側邊部分,可以看到有點類似進氣孔的設計 那頂部按側邊這裡也有做散熱孔 只是沒辦法裝風扇 那再來我們看到它的後方 看起來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般半高機殼的布局 然後電源的位置放在了下方 不過它這個電源看起來就不太正常了 除了螺絲孔對不上之外 它的電源看起來也小了一圈 感覺就不是跟這個機殼相容的 而是另外找一個來一起搭著麥 而且它螺絲還是只給一顆 不過我手邊倒是也不缺螺絲就是了 反正目前看起來它雖然有些瑕疵 但問題不大 那接著我們打開側板來看看 這家機殼是免螺絲設計的 只要壓後方的卡扣 再將側板往後一推就可以拆開來了 而且它的鋼板用料很足 拿在手上也是蠻沉的 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那我們看到機殼的內部 首先是賣家附贈的電競卡納赫拉存錢筒 也是蠻夠注意的 那接著是電競乾燥包 它是用不知不知的材質 整體的質感還不錯 然後是賣家附贈的前板3.5吋擋板 因為前方是空的 所以賣家特地貼心的送這個擋板 那材質是壓克力的 那再來是這個儀式橡膠墊的東西 這個我就不太確定它的用途了 它說不定可以拿來墊剛剛的那個電源 因為它要往上抬一些才能對到螺絲孔 反正等一下安裝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那接著我們先來看電源的部分 外觀看起來確實是全新的沒錯 沒有生鏽或是使用過的痕跡 那這邊這裡有一顆8公分的風扇做散熱 另外一面這裡是可以看到電源的標籤 那左上方有CWT的LOGO 確實是喬威製造 喬威其實是一家台灣的電源大廠之一 他們有代工過很多市面上知名的品牌 像是我們常聽到的安泰克、庫瑪以及海盜船等等 都有部分系列的產品是喬威代工的 那這個電源最大輸出瓦數為220W 正12伏的部分最大輸出了45A 也就是180W 要拿來推個6核心的R15加一張1030都沒有問題 以溫數來說算是非常的夠用了 所以電源部分目前看起來問題也不大 那再來機殼的構造部分 我們可以再把前板給拆掉 它這個前板的電源建立回饋做得不錯 直下直上的沒有段落感 有點接近紅軸的手感 然後側邊真的有兩顆螺絲可以轉掉 轉掉後就可以把它的槽架做一個WIFI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讓你方便安裝光碟機以及硬碟 不得不誇獎這咖機殼的設計是有到位的 像剛剛那個免螺絲安裝的卡扣設計也是一樣 那我看了一下 不意外的它沒有給2.5吋SSD的安裝槽位 不過HDD的部分可以支援一顆 裝在光碟機槽的下方這裡 然後剛剛忘記提到 它前板的IO線材部分是做成一提式的 我會開始超怕它是走特規的 不過剪裁了一下線路後 很幸運的它是一般常見的規格 所以就不用擔心說它會跟市面上的主板不合了 那最後我們看到機殼內部的佈局 這台機殼可以支援Micro ATX的版型 而這個也是我會買它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它支援Micro ATX 體積可以做得小 而且相比ITX機殼來說 它可以節省掉非常多的成本 因為ITX的主機板普遍來說不便宜嘛 雖然Micro ATX的體積沒辦法做到像ITX那麼小 但是以價格來說 能夠有這樣的體積就已經是逆天的CP值 而且它後檔板竟然還是可以重複利用的 這個也太有心了吧 這個設計會讓我對這台機殼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我一要挑剔的就是它沒有給鎖主機板的螺絲 不過首先我手邊還是有很多螺絲 所以就沒什麼差別了 那接下來 就可以準備把我們的CPU和主機板給裝進去了 然後硬碟的部分 也是沿用原本的240GB金士頓SSD 那就直接來進行組裝 這裡我發現它右下角的螺絲孔它的孔位沒有對上 等於是右下方會有點鏤空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剛剛機殼裡面附贈的那個橡膠軟墊就派上用場了 把它背面的膠給撕掉 黏在機殼上面 那這樣主機板就有好好的被支撐住了 然後再安裝電源 那這裡一樣先把電源的支撐軟墊給裝上去 裝這個軟墊的好處在於說它可以順便減低電源所產生的震動 那接著是我們的SSD 這裡就找個地方做固定就好 然後這裡我發現有點尷尬的是 它USB線竟然不夠長 沒有辦法接到主機板上 那這部分可能之後要去買個電廠線來接了 所以這裡我就先暫時給它放著 那到這裡組裝就差不多了 整個移植的過程很順利 而且它的電源也是好的 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而且換上這個機殼後 整個電腦的體積就縮小很多了 重點是它扁平狀的機身 你可以把它橫躺著做擺放 這樣就不用擔心它會去擋到電視 這也是我這次會換它的主要目的 然後盛熱部分因為G4900的發揮量本來就不高 所以即便這咖機殼沒有配備任何的排風扇 但是它的燒機溫度一按之後55度上下 其實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那到這裡 我們就得到一台體積小的影音電腦了 平常要拿來看個影片 或是做個文書都沒有問題 比如播放環的4K60幀影片就非常適合 然後偶爾也可以打個輕度遊戲不是問題 打LOW特效全開油畢竟60幀 不過我覺得記憶體要再加到8G會比較適合 那總結來說,今天的配備清單我立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這張機殼和電源的話大概是6000元有找 你就可以得到一台CP值不錯的影音娛樂電腦了 來看個影片或是留言網頁都很好用 那我們會說這個價位我不如買個二代的i5 搭配H61的板子 現在i5 2400也才400塊錢,效能又好得多 那這當然也是可以啦 主電腦本來就沒有絕對的對或錯 只要組得開心你送得好 不過像這次用的新平台 它有個好處就是零件都還有保固 並且穩定性也比二手零件要來的高 至少你不用擔心二手主機板會不會給你鬧脾氣之類的問題 所以算是個有好壞吧 要怎麼取捨就看個人 那今天以720元含運的價格 買到這組機殼電源 我覺得算是蠻超值的 給文書機用可以兼具小體積 也能節省很多預算 所以如果我這些需求的人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給你做個參考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就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掰掰